新闻来源 新惊爆 从来不迟到的学生迟到了 家长电话又打不通 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的一位班主任刘进 决定开车去学生家里看看 没想到这次临时起义的家房 竟然救下了学生一家人 10月10日7点半 初二三班的同学们正在做课前准备 班主任刘进像往常一样来到班里巡视 目光扫过教室 刘进发现学生王熙杰的座位上没人 便询问他同桌王熙杰来学校了吗 不知道我还没看见他 同桌回答 班级共有41名学生 刘进对每个人都很熟悉 随便少了哪个 他一眼就能发现异常 王熙杰平时都是7点钟之前到校 今天已经7点半了 他还没来也没请假 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刘进向新惊爆记者回忆 他担心学生的安全 便拨打了他父母的电话 却发现都是关机状态 这让刘进有些着急 于是他立即查看了王熙杰的家庭住址 开车前去一探究竟 来到王熙杰家门口 刘进先是轻轻地敲门 敲了两三分钟 也没人来开门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学生家长平时是很热情的人 平日里学生有什么事 家长都会主动报备 今天太反常了 于是他开始用手大力拍门 一边拍门 一边喊学生的名字 一时间整个楼道里都能听到刘进的声音 大约两分钟后 学生家的门终于打开了 原来当天凌晨五点四十分 学生家长彭女士就已经起床给孩子做好了早饭 我看时间还早 就把早餐放在灶台上 开着小火加热保温 调好闹铃 准备睡十分钟 再叫孩子起床 沉读英语吃早餐 没想到这一睡就到了八点以后 灶台上的早餐足足烧了两个多小时 门一打开 我就感觉到里面有一股味道 等王熙杰洗漱好后 刘进便带着他回学校上课 如果不是刘老师开车来我们家敲门 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 彭女士回忆 她醒来时 一家人都晕乎乎的 行动艰难 可能跟厨房长时间煮东西 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有关 夫妻俩睡觉时 还习惯将手机打开飞行模式 所以电话也打不通 幸亏刘老师上门提醒 才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发生 彭女士被刘进的行为感动 写了一封感谢信 递交到学校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 能够遇到这么负责任的老师 平时他对整个班级的同学 都非常关心 彭女士说 刘进能发现学生的异样并非偶然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 他和每一位学生的家长 都保持着密切沟通 有两种情况 我会主动联系家长 一种是我发现了孩子的闪光点 我会主动告诉家长 分享喜悦 还有一种是发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需要和家长一起解决 刘进说 据悉 刘进在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任教 已有四年 他认为 对学生的教育 是需要家庭 学校 社会三方面互助融合的 这次能快速发现学生异常 也是基于家庭和学校 建立了良好沟通的基础 刘进说 这样的事情 每个老师都会去做 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 都能在学校过得开心 学得开心 健康成长 我希望你能在学校